2024总统大选选战最后倒数三天 真的是进入到最后关头 民众党总统候选柯文哲 他今天是来到了宜兰跟新北 继续车队扫街形成延拉台扫机 对传出国民党开放蓝白河的示范区 新北跟台中 只要候选人在没有明确喊出 总统支持柯文哲的前提之下 都不算是彩虹线 柯文哲就说了 这就是市场实力原则 蓝扫机要找比较强的母鸡来帮忙 包括国民党表示 党员行为规范 从来没有改变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方法 真的要不是靠大家 没有资源的早就挂掉了 粉丝涌上前 摇旗呐喊给鼓励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回新北踩进侯友宜本命区 服选小鸡 和侯友宜竞选车辆相会 立委候选人李友宜 转过头喊加油 毕竟立委这局需要蓝营相挺 先前也才找过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合体新北之余 台中也被视为蓝白河示范区 今天要在这里跟你推荐 罗廷伟 他是一个有经验 有充力的年轻人 先前柯文哲才帮台中 蓝营小鸡录影推荐 而蔡壁如的看板上 大大五个字 柯文哲推荐 也包含台中各选区 蓝营立委 喊话把国会还给你 看来台中蓝白河范围 逐渐扩大 就传出国民党开放 新北台中 只要在不喊总统支持 柯文哲前提下 就不算踩到红线 但国民党就说 党员行为规范 蓝白破局前后 从没变更过 应该可以帮忙就帮忙 其实这也是一样 这个叫市场的实力原则 就是说 对国民党的小鸡们来讲 他要找比较强的母鸡来帮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 事实的真相 谁是比较强的母鸡 意思是最强母鸡不言可遇 只是八号自家立委 候选人蔡壁如 才手拿三号挺侯康麦克风 现身侯友宜 在台中的造势活动 T位秀的刘俊阳佩玉 新北厂报道 全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 谈到两岸关系 他说必须要用 和平的方式来对话 而且应该要信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克文哲认为 预期相信习近平 不如相信自己比较安全 赖清德方面则是 讽刺侯康佩就是马前卒 前总统马英九陪同扫街 还签名力挺 蓝军小鸡士气高昂 韩总好 另个党内大咖韩国瑜扫街拜票 粉丝很热情 双北赶场辅选 马不停蹄 我求更多 善良的女后 就是台湾民族的女后 求人民过上好日子 只是选前 共军频繁绕台 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被问到大陆空飘气球 飞越台湾的看法 他认为赖清德 主张台独是主因 大陆担心这样的人 他也建议 如果气球距离台湾太近 国防部应该要击落他 专访释出 就连蓝银都有杂音 马前总统被问到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否如拜登所形容 是一位独裁者时 他认为回答前要先定义 而且这个词 在两岸关系中并不重要 因为创造可以和平相处 无需使用武力的局面 比任何其他言论还要重要 至于能否相信习近平 他的答案是 两岸关系而言 你必须相信他 德国之声记者 追问习近平的新年谈话 提到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为何这样还可以相信 马英九则回应 对岸也很清楚 统一不可能一蹴可击 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而且必须得到人民同意 说两岸关系要相信习近平 所以马英九的讲法 也不代表侯友宜的讲法 侯友宜的讲法 就未来要以侯友宜的讲法为准 不止马侯不同调 对手更搭上顺风车 相信习近平 相信自己比较前端 敏感问题 马英九的回答 蓝绿白都不买单 另外前总统马英九 在近日接受了外媒的专访 说表示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必须相信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此国民党这边的 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说 他的想法跟马英九是有些不同 因为他主张嚇阻 加强国防与对话 而且对大陆的意图 从来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终于宗 终于宗 力挺国民党立委小鸡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说是为了捍卫两岸和平 一众跟我一起宣誓 我们要保两岸的和平好不好 好 举世自己曾在24年前 成为气保受害者 卢继兰又喊出 同柯文哲会变成空气 今天前合体侯友宜 宋楚瑜再喊话 顾全大局 这一次是大是大非 我跟侯友宜 去建议的事情 他都有听进去 所以我才跟 忠一众说 等等 你去跟他一起扫街区 OK 我跟侯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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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楚瑜主席在前段时间 在李燕秀的造势场 而公开站出来 给我满满的祝福 一定会让他心想事成 高票当学 然后完成他多年 还想做的事情 要连宋楚瑜的愿望 一并完成 就算被柯文哲说事情了 在这最后时刻 侯友仍要邀他一起上车 不愿保重再经得 自诩要当和平守护者 但钱总统马英九 却在接受外媒专访时 称两岸关系上 必须相信习近平说的 主张三低战略缺一不可 毕竟在两岸议题上 蓝赢不能再十分 TVBX李明慧峰 高雄报道 把握最后时间 要来抢台中摇摆区 这个民营党总统候选人 来金德就连跑了五区 用车队扫街来拜票 大笔爱心跟民众握手 不过或许是因为 行程阵太满了 中间还发生插曲 就民众为了要等 他的车队经过进行的交管 让有些民众 没有耐心狂按喇叭 动算是喊得再大声也盖不住 谢谢 赖清德车扫台中到南屯区 就在市正路上 车来车往十字路口 两个转角的十字路口 都被管制 在他到之前就开始 偏偏赖清德表定11点20道 结果直到11点47分才抵达 或许真的也是行程太多 送上爱心还有民众拿好彩头 赖清德连跑台中五个选区 看出来和民众握手来者不拒 就是因为台中摇摆州 谁能拿下格外重要 请了招式晚会 对中台湾进一步的号召 父老乡亲 礼拜六一定要出来投票 不仅仅总统副总统要高标当选 立委一定要过犯 但这区也被形容 赖清德主要对手不是侯友宜 而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被问到卢秀燕 喊选后不接隔魁不入隔 赖清德开算 是不是选权在分赃 我相信国人从南白河当中 应该会看得很清楚 那我要特别强调 这场选举 除了关系到每一个城市的发展以外 更关系到台湾未来的前途 以及印太的和平稳定 政党选战攻防 候选人擒跑选区 TV被选无困 李斯和台中采访报道 副手我们在今天的行程 先来看到赵晓康 他说自己是十足的狗派 在投票前就特别去了一趟板草动物之家 跟毛孩互动 当然是要抢购毛孩父母的票 另外就被问到 在最近蓝营都高喊说要集中选票 赵晓康就更加满喊话 说要大家真的不要头白 因为会白头 柯文哲曾经主张的后遗 上任之后都会做 拿起动猫棒和烂猫互动 赵晓康显得比较生疏 毕竟他可是十足狗派 和狗狗互动 熟悉许多赵晓康爱犬 同贵宾叫赵无极 这天特别来到板草动物之家 带着不分居动保专业的礼貌签 毛孩父母票要顾外 非绿选票更重要 投柯文哲等于投赖晋德 但是我更想在一开始讲的 投侯友宜等于投柯文哲 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经采纳了 侯友宜重要的 采纳了柯文哲重要的政见 跟他政治主张 已经将来会接纳 容纳他优秀的人才 你力量如果不集中的话 你选票就可能是浪费 国民党最后倒数操作弃保 期待能复制去年的台北经验 但民众党当然也得反制 不能被当弃掉的那一个 在这24年来 在蓝绿政党两党轮替的时候 台湾的日子真有变更好吗 我相信 大家是知道的 只有头白色才有机会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新银 同天也在新北车嫂 积极强调汉绿的差距 他们最接近 而略营副手萧美琴 则是在高雄扫街 一早在嘉义台南下午到高雄 隔天也持续在南部 要替赖清德巩固总统票 而近期有人质疑萧美琴的粉砖管理员 怎么会有人位置在伊拉克 选战最后黄金七十二小时 回击各种议题 蓝绿白副手分进合机 还以为是地震 外交部长乌州系九日下午 主持国际记者会 也被国家级警报打断 外媒窃窃私语幕僚 拿着手机冲向前 只是国防部的用字 也被卫报开酸 富途还是引用美联社 翻射TVBS的新闻画面 第一时间搞错的 还有行政院长 因为刚才我接到一个简讯 说中国发射这个灰弹 但等等中共这次 与欧洲合作发射的 爱因斯坦次政卫星 1月7日就已公告 国安单位说总统早知情 那其他重要官员 坦白讲中共发射卫星的次数 也真的就是常态性的在发射 所以可能一开始 我们的相关的军事跟情报部门 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来出 官僚系统习性的这种可能性 另一个让专家皱眉头的是 按国军公布的航记图 以至到火箭的残骸陆区 在大陆的贵阳和成州 国安单位声称 国军与友军发现 卫星轨迹异常进入 我防空识别区 可有越南军事专家指出 卫星航迹疑似 未飞越台湾 在对比欧洲太空总数的 新温告爱因斯坦次政 卫星成功发射 抵达高度约600公里的轨道 太空轨道之后的一个 偏移状况 基本上那个应该是 欧洲跟中国这边 都会密切去关注 如果有状况的话 应该欧洲这边 是会有一些数据提出来的 这成了罗生门 但中共12月份发射 7次的卫星火箭 事前都曾预告 国军都是在发射后 才发新闻告 先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会不会对于民众来说 在接到简讯的当下 会更为比较不会造成 更多的恐慌 国人没心理准备 警报又突如其来 未来的警报标准 为何国军得说明白 TVBS新闻 新闻小刘婷婷才不知道 中方昨天下午发射卫星 但因为飞行航线 跟我方所掌握的航线不同 国防部就发了 这国家级警报 但现在总统 也被国民党质疑 是不是走旧之情 而且一切都还是模拟好的 说因为总统在第一时间 是面带微笑的 面对警报来安抚群众 重点区域抚损 现任优先 总统说什么 也要把郑运鹏留在立法院 还有自己的接班人 总统动之以情 如果接班的人 不是让我放心 让台湾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我这个退休的总统 也不会太快乐 不到半年 只有要卸任 总统心情 休息参半 尤其选前四天 国家警报大响已成了政治事件 回顾总统表情 警报大响时 因手机没放身上 只能凑去看陈其迈的智慧手表 了解状况 只见总统看了一眼 随即笑着安抚群众 难道真如在野党所说 据悉总统确实知道 对岸下午3点03分要发射卫星 但不清楚火箭飞行航线 与原本掌握航线不同 是在警报响起时 才知国防部发出警报 行程结束 国安单位随即跟总统报告 国防部这14分钟内的决策 总统也肯定 只是国防部的错误英文用字 却让在野阵营找到疑点 赖伴发言人赵玉桑 跟一度直言 国防部发这简讯 对民进党的选情有伤 选举期间 国家安全跟两岸稳定 一样重要 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为了选举 而是应该建立其一套 国家级的防空警报的规范 还有总统府前晚也定掉 对岸的卫星发射 已排除政治企图 服务院这回火速切割 中国竟选不卖芒果干 TVB的新闻 董悠俊去换柔 台湾报道 台湾大选投票在即 中美双方在选前 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当然也特别容易引发关注 而为了防止擦枪走火 中美军方在华盛顿五角大厦 举办了自2022年 停办以来首度的正式会谈 美国方面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而在中方则是强调 在台湾问题上 不会妥协退让 中美在五角大厦 举办第17次国防部工作会晤 这也是睽違两年多来 同层级的官员再次对话 中方表示 美方应正视中方关切 多做有利于两军关系发展的事 中方强调 在台湾问题上 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 中美关系 以台海问题最为敏感 尤其台湾总统大选在即 美国多次呼吁 对岸别界选 中方则一贯回应别插手家务事 驻美代表于大磊 拜会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时 强生没谈台湾大选 而是重申 美国会协助捍卫台湾 嚇阻中共军事挑衅 台湾大选结果 牵动两岸关系变化 外媒高度关注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北京试图以空飘气球 网络假讯息等空战手段戒选 并恫吓台湾人民 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抉择 意图动摇民进党支持基础 美方就强调两军沟通重要性 防止竞争变为冲突 又重申一个中国的承诺 日本前首相麻省太郎 则在一场演讲中表示 台湾如果发生战争 日本将在台海战斗 大陆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回应 日本政客妄议中国内政 甚至鼓吹插手干预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